音樂 首先當然歡迎各位來上這門課程 那我來說明一下我們這門課呢 基本上時間 這兩個是我常用的 email 我猜應該有同學寄到那個 ntu 那個 email 給我 寄信給我 那如果我沒有回到信給你就 很抱歉因為那個 email 我其實沒有在用 所以各位要記得用這個 Gmail 或者是 那個文化大學這個 email 這個是我常用的 這個我是每天會收 所以你如果要寄信給我的話麻煩寄這兩個 不要寄其他的 那因為 SEBA 上面我們還沒有把新教材完成 所以我們還沒有放上去 我們在新教材完成之後我們會陸陸續續把它放上去 所以各位看到 SEBA 現在還沒有教材在裡面 是因為我們想要放新教材 因為如果是放舊教材的話 就是以前的 那我們到時候會 放上去給各位做參考 那這個是 SEBA 的電話 所以各位如果有緊急事件 可以留話在 SEBA 告訴我 OK 所以我會知道 那我們就來說說這門課要上些什麼東西 我們先來看看這門課要上些什麼 好 各位如果 來看看是不是符合你想要上的課程內容 好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今天呢大概會跟各位談談什麼是邏輯 好 那邏輯思考大概是這樣 這麼一回事啦 通常我都認為說 我們在每一個學科裡面接受到的每一個 專業訓練 跟你沒有接受這個專業訓練的差異 其實只有什麼差異呢 只有一個大概是 ALWAYS 然後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SOMETIMES 大概就是這個差別 好比說 像邏輯這件事情 各位平常會不會思考 會嘛 會不會做推論 會嘛 可是你會不會實時注意自己的推論 不會 對吧 那 對專業的學者來講差別在哪裡 就是 我只是會實時注意我的推論而已 OK 差別大概只有這樣 各位跟我的差別大概只是 你們就是 有時候會 對啊 我怎麼會這樣想 對不對 有時候你會問別人 你怎麼這樣想 對不對 這樣想怎麼會對呢 我這樣才對啊 不是啊 你才對啊 我才不對啊 大家就有一堆爭論了對不對 到那個 有這些argument的出現的時候你才會覺得說 對 好像思考有這麼一回事 對吧 可是平常你大概不會在意思考是什麼 那 基本上對我們來講差別只是在於 我是 一直把自己放在 Always 要去想想看思考是怎麼一回事 OK 好 那當然啦 思考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根據事實來思考 對吧 就什麼是事實這件事情 就很麻煩 對吧 因為我們其實 要認知到這個世界事實 或者認知到這個世界真理真的不容易 那 根據事實來思考應該是最正確的 但是 通常我們 沒有這麼好的根據對不對 好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 各位如果看我現在這樣一文忘過去 大概有80%有戴口罩 對不對 是吧 那有20%還是沒有戴 對吧 好 那我們就來想想看 到底這個時候我要選擇 我要做戴口罩這件事情對 還是不戴口罩這件事情對 我要怎麼去做推論呢 如果我可以得到確定的事實 好比說這位同學歸心 陳同學 對不對 假設我確定陳同學是 沒有肺炎的疑慮 完全沒有 我認知到這個事實對不對 那我在他旁邊跟他交談我會不會擔心 不需要嘛因為他就沒有 我也沒有他也沒有對不對 如果事實是我沒有他也沒有 我就不用擔心 甚至飛沫也不用擔心 相如以沫 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呢 麻煩的就在我沒有辦法確定這件事 沒有辦法對不對 因為病毒看不見 對吧 是吧 好 所以 當我沒有辦法認知到這個世界的事實的時候 我其實很難 在推論上 認為什麼樣的 決定才是對的 對吧 所以各位的防備大概就是說 我只好 料敵 從嚴對不對 我管陳同學有沒有 反正我就假裝他有 對吧 可是假裝他有很辛苦 各位有沒有覺得 你想看你走在路上你假裝每個人都有 你是不是過得很心驚膽跳 對吧 所以怎麼樣過才會更好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哲學家的問題 OK 在推論上我們應該怎麼樣做推論 你好像不用緊張到覺得 身旁每一個人都 很可怕 但是好像 也不能夠放鬆到 好像每一個人都無所謂 對吧 所以怎麼樣去做這個思考 其實是 需要一點點的 鍛鍊 所以 什麼是邏輯 到時候我們會告訴你 怎麼樣做 這樣的一個思考 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到 命題跟論證 什麼是命題跟論證呢 其實命題是 邏輯學家特別找到的一個 專業的術語 因為 一般來講我們一般人熟悉的就是 其實是語句 而不是命題 OK 那為什麼特別要有命題呢 原因就在說因為我們關心的其實不是 符號而已 我們還 希望知道他的意義 差別在哪裡很簡單啊 各位想看你回家打電腦的時候 好 各位打電腦 你在電腦上面打我愛你 然後螢幕出現我愛你 在Word裡面要打我愛你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 電腦在告訴你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電腦傳達什麼給你 沒有嘛 對吧 好 可是如果是一個人 當著面告訴你我愛你 他有沒有傳達給你什麼 有啊 對不對 對吧 如果是你喜歡的人 小路亂撞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是你不喜歡的人 逃之夭夭 對吧 一定的嘛 就你會 領會到那個意義 可是 你不覺得電腦會給你什麼 對吧 也就是他傳達的那個意義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 哲學家告訴你就說那個命題其實是 重要是那個意義啦 而不是那個符號而已 對不對 會不會有人跟你講說我愛你 然後你說你說什麼 那只是三個字而已啊 符號而已啊 不要擔心 你會不會把對方的話當成這樣 應該不會嘛 應該沒有人會把對方跟你講的這種話當成只有三個字嘛 對吧 是吧 好 所以其實我們在聽話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把意義放在裡面了 那個其實就是哲學家要的命題的內容 好 那論證其實簡單講就是 他要講的是說我們平常 只要是 對於任何問題 任何決定 我們其實都要做論證 好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你今天來上課要不要戴口罩這件事情 其實是你經過推論之後得到的結果 對不對 對吧 沒有戴口罩的推論可能是這樣 比如說 那個門口剛剛進來有量體溫啊 有蓋章啊 對不對 所以進來的應該都是正常人嘛 對不對 對吧 所以我的推論就是不用擔心啊 對吧 不戴OK 好 但是戴口罩的人他的推論可能不是這樣啊 他推論他前提可能是說 不會啊 因為有些是無症狀感染者啊 對吧 萬一那個走進來的雖然體溫正常可是他是無症狀感染者 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各有 不同的前提 那誰有道理 其實兩個都有道理 對吧 差別只是在他們根據的前提不一樣而已 對吧 所以 其實論證就是 告訴你說我怎麼去做推論的 仔細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來談談這部分 接下來是一個邏輯語言 邏輯語言的意思是說 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邏輯語言 通常是這樣 邏輯語言通常是因為我們 我們日常語言過於複雜 在處理思考上如果我們用這麼複雜的語言要做推論的話 我們其實處理上很困難 OK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比較 簡單的形式語言 或者人工語言 來做思考會更容易一點 所以這個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學習需要 而創造出來的語言 就像各位學的電腦語言什麼都一樣 他都是一個人工語言 接下來我們會談到語意學 那什麼是語意學呢 語意學其實簡單來講是語言 跟意義之間的關聯 我剛剛不是說語言跟意義之間有關聯嗎 但語言跟意義之間有什麼關聯 我們怎麼去決定那個語言的意義 我們是怎麼決定的 好比說舉個例子 如果我說負號症好了 OK 各位知道負號症是什麼東西 負號症是什麼東西 就前面這個東西 對不對 就這個東西嘛 所以負號症這個詞的意義 就對應到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東西 它用來代表 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 那萬一你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這個東西怎麼辦 比如說舉個例子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代表什麼東西 在這個世界上有白雪公主這個東西嗎 沒有嘛 至少我們現實世界沒有 對吧 如果你跟我說老師在我的世界裡面有 OK 我也不介意 就在我的世界裡面有 OK 但是 不是所有世界都有吧 對不對 就至少我們現實世界沒有 那怎麼辦 那它的意義要用什麼來代表 好這就是個麻煩了對不對 是吧 好那白雪公主還好解決喔 你說老師沒關係啊 雖然現實世界沒有 可是書裡面有 對不對 書裡面有 那萬一有一個是書裡面沒 連書裡面都沒有了怎麼辦 比如說舉個例子 傅老師的小三 這個世界上沒有啊 書裡面也沒有啊 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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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 不行啊 不行不行不行 對 大家可以找一個 但是沒有這個想法 就是 都沒有怎麼辦 對不對 好啦 小三還 還可以對不對 萬一你說傅老師的小王 還是可以 對對對 好 那 什麼是一定不會有的 想一想好了 有沒有什麼是一定不會有的 你怎麼想像它都不可能存在 OK 再來我們會介紹這個真子錶法 什麼叫真子錶法呢 真子錶法其實就是 20世紀出現一個非常厲害的方法 在思考上他 創造了一個 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稱之為可決定性 意思就是說 我有一個固定的程序 可以告訴你最後的答案 你只要跟著這個程序走 最後就會得到答案 這件事很了不起 這個我們叫decidability 叫可決定性 好 那以前的邏輯的 方式 推論方式幾乎都沒有辦法達到這個要求 包括就有的公理義法跟自然義義法都沒有 那我們後面會介紹 所以 它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方法 但是呢 它當然很麻煩 就是很囉嗦 所以其實後來 邏輯需要想辦法把它簡化 所以我們用 比較簡單的真子錶法 就是 更簡單的一個 簡易的方法來做 再來我們會談到這個 含印的完備訊 就是functional complete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 化約的概念 就是我們可以把那些 我們所要的那些 functors 把它換成比較 更基本的 那如果我們所需要的那個 含印的那些算子越少 我們的那個系統就越簡潔 意思大概就這樣 OK 那個有點像什麼 我常常覺得它很像那個螺絲的概念 我一直 在夢想說如果有一天那個 我們所有的那個螺絲釘 只有一種size那該有多好 我就不用拿著螺絲釘去比對不對 對吧 反正我就要買回來鎖就好了 可是 當然很困難 對不對 就是那個 那些元件如果越少 當然對我們越有利 這個世界就越簡單 所以這個到時候我們會來跟各位 而且它是非常厲害的 這個 讓我們知道說原來它可以用來 證明我們的真子錶法 真的是可以決定的 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到 語法的演算 就真子術法 就真子術法 好那真子術法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會 讓各位知道它是一個語法的演算 跟 語意不太一樣 跟語意不太一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談到公理法 公理法呢就是一個 很吃腦的方法 很吃腦細胞的方法 什麼意思呢 它需要一點點繪根 不止一點點 在我看的是很多繪根 就是 通常 在公理法裡面 你要征服公理法 大概需要 有很強的繪根才能做 我舉個例子 大概可以類比一下 雖然對各位可能不太適用 各位知道 以前在中學讀書的時候 有一種人很令人討厭 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做數學證明題很厲害的人 有沒有討厭 就做數學證明題嘛對不對 然後你就怕他 不管什麼數學證明題 他就證完了 然後更討厭的是 如果你問他說 你怎麼會的 那這個要怎麼做 他的回答會是什麼 直覺啊 直覺啊 就這樣啊 對不對 是吧 沒錯吧 那個就是我講的繪根 大概公理法很吃這個繪根 所以各位到時候看這個方法就知道 他真的不太容易 那自然演繪法好一點 他雖然也需要一點點繪根 但是他好多了 比公理法再好多了 所以 這個的推論方法呢 意思就是說我們要用我們最 自然的推論規則 來理解推論是怎麼一回事 OK 就我們覺得這個推論 規則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就用完全沒有問題的 推論規則來 做這樣的一個推論 OK 這個是 自然演繪法要做的事 好接下來我們會回到 亞里斯多德的傳統的語詞邏輯 OK 那 傳統語詞邏輯他其實就是 詞語的邏輯 Term Logic OK 意思就是他是用詞 語詞做單位 他用語詞做單位 所以他是 語詞的單位的一個邏輯系統 那這個呢有趣的地方在於 他是從 完全沒有邏輯思考 邏輯系統的 那個時代 想出來的東西 意思就是從無到有 那這個很厲害 任何東西從無到有都很厲害 對吧 就像各位的智慧型手機啊 各位知道我跟你們的時代不一樣 你們是陪著智慧型手機長大的對不對 沒錯吧 你們小學就開始用智慧型手機了嗎 沒有嗎 好 在座知道Nokia 3310的請舉手 還有這麼多 不會吧 用過嗎 好用過的舉手 真的有人用過 那個 Nokia 3310 真的用過 哇厲害厲害厲害 真的喔 那這樣距離還不夠遠 我十年後再來問這個問題 應該就不會有學生用過 Nokia 3310 應該沒有這個了 OK 原因就是因為 那個實在是舊時代的東西嘛 對吧 OK 好 在座有用過底片拍照的舉手 還真的有 哇厲害厲害厲害 好好放下放下 太厲害了 這個太令我驚訝了 真的啊 用底片拍照 太厲害了 好 沒有聽過底片的舉手 還有聽過啦 好 所以各位知道這個時代的意思就是這樣嘛 就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舊東西 跟你們這個時代的東西真的有差距 對吧 是吧 可是 舊東西厲害就在於它是從無到憂 雖然你現在看起來非常愚蠢 對吧 比較底片這種東西看起來很愚蠢吧 拍照 對不對 他把底片捲拿去洗 對不對 而且一捲這麼大捲 只能洗幾張 36張 對不對 對吧 各位用過就知道對不對 一捲底片36張嘛 然後各位如果 你家裡還有舊底片的你就知道那個爸爸媽媽 像我這個時代的人 對不對 還有蒐集底片的習慣 那就一張就 一捲一捲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 那個 跟你們現在儲存東西實在是不可同日而已 對吧 據說你們現在光看你拍背影就可以拍1000張 然後再從1000張裡面選兩張對不對 之類的 我們那個時代不可以這樣 我們那個時代如果從 1000張裡面選兩張的話 那個花費不得了 接下來我們會 進入到述詞邏輯 那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powerful 的語言 到這裡這個語言會 這個強度變很大 就是它能夠 處理的語言 變得非常強大 如果要我比喻 我通常是這樣比喻 前面的命題邏輯語言 如果是手槍的話 這個大概就是機關槍等級 或者大砲等級 它的威力大概是這樣 OK 因為我每次講到機關槍就會想到那個 Tom Cruise 的那個 末代武士對不對 那群末代武士這樣衝 然後那個機關槍 那個武力的差別就在這裡 講完這個數值邏輯語言之後呢 我們會 讓各位做翻譯 就是如何把 日常語言翻譯成適當的邏輯語言 OK 那這個是 很重要的訓練 因為要有邏輯性的思考 需要這個 那當然它能不能很完美的翻譯 一定不行 因為你各位想想看 邏輯語言在我們這門課裡面 它是一個精確的語言 日常語言是一個 不精確的語言 對不對 那不精確的語言有沒有可能完全翻譯到一個精確的語言 那不可能嘛 是吧 OK 所以 這樣的翻譯當然中間會有一些trouble 不過我們要 稍微付出一點代價就是 ignore 掉這些差別 OK 就沒有辦法 照顧到每一個detail 這個是做不到 所以 我們到時候會讓各位知道 它的差異在哪裡 有些東西我們就必須要 有點小小犧牲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會進入到演算的部分 包括真直術法跟自然演繹法 OK 跟自然演繹法 這個都是述詞邏輯的演算 那最後我們會介紹 Fallicies 就是有關於謬誤的部分 我們思考會有很多謬誤 所以謬誤的話大部分是來自於非邏輯 或者是非理性的 OK 或者你明知它不對的 可是呢你又很無奈的 OK 好 比如說舉個例子吧 假設我跟各位說 陳同學 你知道嗎 你應該要戴口罩的啊 你講我說 老師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戴口罩啊 請問我這個推論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你要戴口罩啊 這樣的推論對不對 這樣的推論對不對 好像有問題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平常會不會這樣用 會啊 這個其實我們一般就叫訴諸群眾的謬誤嘛 好像大家做的事就是對的 對吧 這個在思考上我們會說它其實是一個謬誤嘛 就是不見得大家做的事就是對的嘛 是吧 大家都這樣做不見得大家都對的嘛 不然耶穌就不會當時被那個 釘上十字架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大家 人皆約可殺對不對 對吧 可是它一定是對的嗎 不一定 對吧 就好像大家都來上我的課 就表示我的課一定是好的嗎 對 我同學點頭點得很好 這個有沒有訴諸群眾的謬誤 沒有 是不是你的意思這樣 OKOK 謝謝你的肯定喔 所以 當然 是不是大家做的事情就一定是錯的 也不一定 這位同學剛剛講得很好 對吧 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大家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對 可是 他也不能夠直接反正說大家做的事一定就是錯 不一定嘛 所以他需要一些思考的推論嘛 對不對 如果用這樣的理由來 訴諸說 一定要求別人要做什麼 他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有時候搞不好是對的 說不定陳同學沒有戴口罩真的是不對 對不對 說不定 是吧 說不定我沒有戴也是可能是不對 對吧 所以我一直理你們 據說要幾公尺 兩公尺 據說這樣我的飛沫是傳不到的 可是我有沒有辦法看到我的飛沫 我其實看不到對不對 對吧 所以其實我也不確定 我只是根據 專家告訴我的這樣子 OK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推論上 在用的 一些思考上的推論 那有一些一定會有一些 謬誤在 那到時候我們會看 我們到底思考上會有什麼樣的謬誤 好接下來 給各位看最關心的課題 這個是我們的 你看到裡面的那個指定閱讀 但是各位不要買 我沒有要打輸 各位不用買因為 這本書其實內容 對這本課來講太簡單了 你如果 你如果上完這本課你再去看這本書 你就會覺得這本書 根本就是小拆一疊 對就是 沒什麼好看 沒有太多內容可以 讓你參考 所以不用買那個是給各位 參考用 各位有空去圖書館看一看 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買書 各位不用緊張 好那這個我倒是很 我們有 很大一部分會根據這本書裡面 的一些 章節 取下 我覺得在 在這本書裡面因為他是真直述法的代表著作 所以很有趣 有一些 我會參考他的那個結構 來讓各位做練習 所以 各位如果 發現有些參考的你也可以參考這裡面的 書籍 好 那再來這本書呢是自然演藝法 這本書是講自然演藝法的 這本書其實內容也不錯 而且這本書呢平易近人 裡面有一堆小故事 可以看 還不錯 看這本書還蠻 蠻享受的 不會覺得很枯燥 不會像看一般符號而已 還蠻不錯的 也推薦給各位 好 再來這本書呢是公理法的 公理法的參考書籍 那有空再看啦 因為我們其實把主要的都栽錄到 那個這門課裡面 所以各位不用 花太多時間從頭研究到 除非你對邏輯很有興趣 那你如果對邏輯很有興趣 你就會是我的好朋友了 那請記得告訴我 但是當我好朋友沒有加分 要先講 你不可以傳臺給我說 老師我要當你的好朋友 對不對 OK 但是不能加分 也不會要求更高 不用擔心 都不會 兩個極端都不會出現 好 各位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課程 我們的第一單元呢 是要談談什麼是邏輯 那 各位都知道這個 邏輯思考嘛 當然跟思考有關係 那 當然大家都會思考 這個 無庸置疑 對不對 只不過 我們會怎麼思考 怎麼樣思考才算有道理 這就是另外一個課題了 至少 我猜各位在日常生活當中 常常碰到別人 會告訴別人說 你這樣講怎麼會有道理呢 對不對 然後你說 我怎麼會沒有道理呢 道理站在我這裡啊 對吧 問題是我們常常問 道理站在誰那裡的時候 然後 我們其實要問的是什麼問題 是 誰 應該 是 他的 思考或者推論是對的 那又有誰的思考或推論是錯的 對吧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其實就要 開始來探討裡面可能出現問題 那根據我的觀察 通常在邏輯思考裡面最常出現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大概就是推論出錯 OK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 我們班上有同學 這個 回去之後對不對 就跟那個家人說 我跟你保證 我邏輯課一定過啦 然後呢 那個家人就問他說 你怎麼這有保啊 很簡單啊 因為我們老師講說 大部分人都會過啊 請問他的推論有沒有出錯 有人開始點頭了對不對 他的推論出錯在哪裡 因為大部分人過是代表他一定過 不一定喔 對吧 這個推論是出錯的 可是如果他的理由是說 我們老師說 全部的人都過了 那這個推論對不對 對吧 這個就沒有問題對不對 如果老師是說 我們全部都過了 那我當然過啊 是吧 可是如果老師說的是大部分人都過了 我一定過嗎 不一定 是吧 OK 所以那個推論有沒有出錯 這是一回事 好 第二個呢 最常被質疑的 就是 你用來推論的前提是不對的 就算你的結果是對的 結果是推論過程沒有錯 可是你的前提可能出錯 OK 那前提出錯的你拿來 這個推論當然是不對 就像我們常常舉個例子 是這樣的 各位告訴我 如果我告訴你說 所有的香蕉都是 芭樂 所有的芭樂都是蘋果 所以所有的香蕉都是蘋果 請問這個推論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聽得出來嗎 這個推論對不對 所有的香蕉都是 芭樂 所有的芭樂 都是蘋果 所以呢所有的香蕉都是 蘋果 這個推論對不對 其實這個推論是對的 它錯在哪裡 前提不對吧 對不對 所有的香蕉都是 芭樂這句話不對 所以我們經常混淆這種 思考上的推論的麻煩 OK 那我們在這門課都一一介紹給你知道 所以思考跟邏輯當然是息息相關 只是 各位平常在思考的時候不太會去深究思考裡面出現的問題 那在趁著這門課 我們來 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的思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第一個我當然要先來介紹一下 邏輯這個字的字緣 當然 邏輯一般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是來自於 西外文的logos 那logos這個字呢 一般來講它就是 道理啊原理的意思 所以各位只要在你的學科裡面 碰到 ology 這個字緣的 有嗎 各位的專業學科有沒有ology 字緣的 生物系 biology 對不對 還有什麼是ology 字緣的來 舉手說一下 是 ok 好 還有嗎 ok 還有嗎 是 哪一個 ogology 是 還有嗎 你的學科了 手學ology 很好 社會系的 是 是 psychology 对吧 有很多ology 的字緣 對不對 這些其實就是 源自於 logos 那 logos 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 這些東西的基本原理跟道理 其實意思就是這樣 ok 嗎 就這個學科 ok 好 所以 邏輯在 雅里斯多的那個時代 他把它稱之為 first science 叫第一科學 所以第一科學的意思就是他是當base ok 那 各位知道當基礎 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各位當基礎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沒有人理你 對吧 這就是我們物理系的 物理系是什麼 物理基礎 有點寂寞 對不對 數學系 數學系 數學當基礎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很多人理你 沒有 你看他搖頭 後面那個數學系 有沒有很多人理你 沒有 你看看 他們是這個世界上重要的人啊 各位 對不對 就像我一樣 我也是 但是 沒有人理我 還好各位願意理我啦 所以robot 基本上意思是這樣 他其實當基礎用 也就是說他出現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但是呢 其實除非你碰到重大的困難 不然你大概很少會意識到他對你的作用在哪裡 ok 可以嗎 但是在這門課裡面呢 我會告訴各位 他跟你的幸福人生 息息相關 ok 換言之 如果你在這門課 結束之後你會發現 你的人生應該是不一樣 ok 為什麼 因為你的思考改變 ok 那那個思考改變當然要看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來試試看 這是我的目標 所以 只要是研究 任一個道理的學科 基本上 大概就是 指說他裡面的一些邏輯 一些原理 一些思考 一些道理 那各位剛剛都告訴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學科 他都有用到這個字尾對不對 所以表示他是這樣的一個 很重要的學科 所以 邏輯為什麼重要是 因為 他根本在 所有的學科裡面扮演了第一科學的角色 也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離不開他 ok 好 比如說如果你寫論文的時候老師跟你講 你這個前因不對後果 對不對 你這個推論不對啊 對不對 你這個前後不一致啊 對不對 你只要聽過這些語言 都是跟邏輯有關的 什麼前後不一致啊 前言不對後語啊 對吧 你這個推論不對啊 你這個結果怎麼出來的啊 之類的 只要老師對你提出這種質疑 都是在告訴你的邏輯推論有問題 ok 所以他在每個學科裡面應該都會碰到類似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我們在 很多的這個 學科裡面都會碰到像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就來做個小小練習好了 我們各位來做個小小練習 各位就 Easy 一點 我們來 做個練習 好 這兩個 例子 哪一個有道理哪一個沒有道理 好我們來看看 所有人都會死 蘇格拉底是人睡 蘇格拉底會死 各位覺得這個有沒有道理 要舉手要舉手 對對對那個 灰色衣服同學來 有沒有道理 有 好 對因為我們要發加分卡 ok 那第二個有沒有道理 來是最快的來 沒道理對不對為什麼 所有人都會死蘇格拉底會死 所以蘇格拉底是人 這個聽起來沒有道理 好重點來了 各位想想看 第一個有道理 第二個沒有道理 對不對剛才各位是不是這樣講 直覺上是這樣 對不對 好 各位告訴我 第一個的結論是對的還是錯的 蘇格拉底這個人會不會死 會吧 好第二個的結論是不是對的 是吧 但是暫時不要考慮你家的狗 我知道因為有同學 會舉個反例說 蘇格拉底是我家的狗 對吧 我知道有人習慣做這種事情 就是 幫狗取名字的時候取蘇格拉底 不過anyway就是先忘記這件事 好 好我們就把它當例子上的 第二個例子的結論其實也是對的 所以各位想喔 結論是對的是不是表示你的推論一定對 不一定 OK 好那各位告訴我 結論是錯的是不是代表你的推論一定不對 也不一定 因為我剛剛給各位一個例子了吧 什麼例子 對所有的香蕉都是 拔蠟 所有的拔蠟都是 蘋果 所以所有的香蕉都是蘋果 對不對 對吧 這個推論是對的 但是結論對不對 不對啊 所以推論 跟結論對不對 好像是 兩回事對不對 好 好當然 我要提醒各位 我們在這裡用對不對 是一個很rough的說法 我們其實後面會用更嚴格的方式來說明 其實我們都會講這個句子 真的或者假的 OK嗎 好 那這個有沒有道理要怎麼看呢 我們會怎麼看這個有沒有道理 來很簡單 方法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說第一個有道理的意思是說 所有人都會死 所以意思是什麼 這個人 是放在會死的這裡面 對不對 這個圖各位都畫過嘛 是吧 好 那蘇格拉底是人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要告訴我們蘇格拉底是人還是 很好 在哪裡 好 對蘇格拉底會在這個圈圈裡面 對吧 沒錯吧 這是第二句話告訴我們是對不對 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推出第三句話呢 可以為什麼 因為人已經包括在 這個會死的裡面對不對 那你蘇格拉底又出現在這裡 對吧 所以他 當然出現在會死的這個圈圈裡面 對吧 這個各位都很容易畫 所以知道 為什麼結論 這個推論是對的 是因為 我從第一句話跟 第二句話可以確定 第三句話是對的 對吧 如果第一句話是對的 第二句話也是對的 第三句話就是對的 是吧 好 那用我們比較專業的話來講就是 第一句話是真的 第二句話是真的 那麼最後結論也會是真的 OK 好 那為什麼二不是 二不是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 所有人都會死 跟剛剛一樣 人放在會死裡面對不對 可是蘇格拉底會死 蘇格拉底會出現在哪裡 他可以出現在 藍色裡面就好對不對 對啊 但有沒有一定要出現在黃色裡面 沒有 所以 蘇格拉底 可以出現在這裡對不對 那這時候如果是這個圖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人跟蘇格拉底不一定會 他不一定會出現在黃色裡面對不對 所以蘇格拉底是不是一定要是 不一定 對吧 OK 所以 所謂的道理的意思就是我們大概要有一個 方式讓大家覺得說對他是 這樣是 有道理的還是這樣是 沒有道理的 我們必須要能夠說出個所以然來 OK 這個大概就是 邏輯要給我們的道理 那 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們邏輯的目標 這個目標是什麼 我們要對有道理的話做系統性的研究 各位知道 就我所知 系統性研究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想想看你會不會覺得你的講話 always 是有道理的 各位覺得你講話always是有道理的請舉手 你很有把握 我講的話總是有道理 我希望學完這門課之後各位可以很驕傲的這樣講 就是你時時刻刻去提醒自己我講的話有沒有道理 OK 但我希望各位可以達到這個 最後的目標 好 但是呢 當別人說你沒有道理的時候 你有沒有能力理解 別人說你沒有道理的理由是對的還是錯的 好這個就需要一點鍛鍊了 對吧 好各位通常被人家說你沒有道理的理由會是什麼 有沒有人願意分享一下 然後人家說你沒有道理是請說 跟他的道理不一樣 很好 OK 什麼樣的道理不一樣 有沒有更 實際一點的例子 他說藍色最好看然後你說 紅色最好看 有人會為了這個吵架 會會會真的會 對不對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吧比如說 這位同學的 親人好了 你親人好不好 要買一件衣服給他 對不對 就跟著買藍色的 我買紅色不要我藍色比較好看 紅色比較好看 喔你瞎了嗎藍色真的比較好看 之類的開始吵架對不對 好 請問為了這個吵架理由是什麼 我們來試考一下 為了這個理由吵架的意思是什麼 主觀認同 再說一次很好 有主觀跟客觀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 如果要說哪一個顏色好看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 主觀認知 對不對 反正你認為好看就好看 我認為好看就好看 他有沒有需要吵 沒有 所以會吵是因為他們 假設了什麼背後的道理 可能有一個客觀好看 沒錯吧 有哪一個比較客觀好看 或者哪一個比較 popular 對不對 哪一個比較受歡迎 或者哪一個比較 多人喜歡 所以總之他們的 配後都有一個道理是吧 沒錯吧 所以你把背後那個道理找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推論的東西了 然後再來談談 對吧 那比如說這位同學說 大家都覺得藍色好看 So what 我喜歡 跟別人不一樣 對吧 OK的嘛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的推論是這樣 他的推論說 我也知道大部分喜歡藍色啊 對不對 對吧 大部分也覺得藍色好看 OK 但是 我就不要嘛 對不對 我喜歡 有自我嘛 對不對 對吧 所以 他也許知道那個理由 但那個理由不會成為他 選擇的 道理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大家就比較OK了 OK吧 所以 其實他其實是可以做一些研究的 那當然 第二個目標 當然就是我們要增強說話跟思考能力 換言之 如果這位同學經過剛剛的 說明之後 各位會不會覺得 剛剛那個草紅色好看或者藍色好看是一個很無謂的 爭吵 對不對 他就變成一個無謂的爭吵 這個其實就是我的目標 就是我們生活上可能有太多的爭吵是無謂的 根本就不需要爭吵的我們拿來吵 對吧 所以這門課有一點點這個想法就是說 希望各位能夠減少你生活上的困擾 那怎麼減少呢 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意識到 這樣的爭吵是無謂的 那就不要再繼續吵啦 我們來吵找實際的吧 對吧 比如說 我現在才知道 你是這麼重視自我的 這樣不是好多了嗎 對吧 如果你可以表現出這樣那就更好 好 那我就來讓各位做一些小小的訓練 我們來小小鍛鍊一下 還是請說 什麼是道理太好了這個問題很好 對 對於什麼是道理 這件事等一下我就要講這件事 對很好 而且我還會舉道理給你聽 不用擔心 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例子 各位贊成這個嗎 每個人都會花錢但不是每個人都是經濟學家 贊成吧 好 所以呢 但是懂一些理財方式應該是不錯的 對吧因為經濟學家都這樣告訴我們 像那個 每次那個 同學都跟我說老師我跟妳講喔 人不理財 財不理人喔 你知道嗎 你現在再不規劃老了你就知道 好等等等等 很多同學都跟我講對不對 好像很恐怖的樣子 好像我們這輩子都不懂的理財可能 就有淒涼的晚年 是這樣嗎 經濟系 我們有沒有經濟系的 有喔 是不是不懂理財 會有淒涼的晚年 不一定喔 會賺錢 找一個會理財 找一個會理財的 說得好 找一個會理財的 很好 沒有錯你的建議很好 對對對 太棒了 OK 好 那雖然每個人都知道物體會動 看得到光也都會使用電線 但不是每個人都物理學家對不對 好那各位告訴我 懂一些物理原理安全是不是 很好 對不對至少安全上 對不對 至少你不會延長線的延長線的延長線 延長線 對吧 你知道宿舍做這件事是很危險的對不對 就是延長線的延長線的延長線的延長線 這件事很可怕 是吧 所以 懂得一些安全當然是 有很多人只會用嘛 可是沒有安全概念 對吧 所以這個當然是 摘起來會贊成 好 那每個人都知道食物放久不能吃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生物學家對不對 但是懂得一些食物的原理 應該不錯至少對身體健康有幫助 對吧 當然 是吧 OK 好 所以呢 即使 每個人都會說話 也大概都 可以判斷說話有沒有道理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邏輯學家 但學一些邏輯推資的 至少在溝通方面有注意 請問 我如果根據剛剛前面那三個 做前提來推論這個結果 這個推論 是不是對 來 請說 不對 為什麼 因為 你不能類比說 譬如說生物學家跟邏輯學這兩個 可是可以不想 太好了 對啊 沒錯吧 是吧 也就是說 我們 雖然 也許我剛剛講的都是對的 包括生物學家啦 物理學家啦 經濟學家講的都是對的 可是代表這個一定對嗎 不一定 那我們會不會經常用這種方式來做推論 會 我們什麼時候遇到這種推論 什麼時候 是 請說 帶酒精可以消毒手 酒精可以消毒手 可是如果我們就會想說 那可不可以消毒口罩 那消毒口罩會讓口罩 酒精可以消毒手也可以消毒口罩 OK 就是消毒 不能嘛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 就把它拿類比 手跟 口罩不能類比 是吧 好 這個衝擊沒有那麼大 這個還好對不對 對 各位你的 人生裡面什麼時候遇到類比論證 衝擊最大 跟爸媽吵架的時候太棒了 你跟爸爸會吵什麼 太棒了就是這個 各位看到沒有 這就是類比論證帶給我們的困擾 你看別人家小孩都怎樣 你 不過各位是兇手的機會居多啦 在座應該是兇手居多啦 就是那個 被比的那個 情況就是你們傷害別人比較多嘛 對應該被你們傷害比較少 好 所以 各位知道 其實這個類比就是發生在這裡 有時候就是爸爸媽媽會哪裡跟 別人家比嘛 對吧 那各位現在你看你在大學求學 等到你畢業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面臨我剛剛講的困境了 對吧 也許你到社會上工作對不對 你看那個 念政大的都當到部長 是嗎 正念政大當你 還在當什麼師長對不對 之類的 說不定你就會被比較 然後你就覺得不平衡 可是可不可以這樣類比 當然不行吧 人當然不能來類比 所以人跟人之類類比是我們 受到在我們類比論證最大的折磨 對吧 我們經常會受到這種 所以 這樣的推論看起來似乎無害 也好像對 那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理解類比 論證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不會做這樣的推論 所以看起來有道理的 不見得有道理 但是千萬注意 我剛剛講的是說 即使他沒有道理 結論一定錯嗎 不一定 我只是說他推論沒有辦法這樣推論 對不對 可是這個結論一定錯嗎 不一定 說明這個結論是對的 OK嗎 是來你有問題要 詢問來請說 孟子好像很愛說人會向上就不如衰 向下流 所以這個推論也是 有問題 當然當然 當然這種推論都大有問題 如果你仔細想這種推論都大有問題 你把人比喻成什麼 搞不好都是不當的類比 對吧 有可能 是啊 沒錯 很好 這個想法很好 就是 就是我們要遲遲反思自己是不是做 這樣的一個不當的類比 OK 對 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說話跟推理 我來做個例子給大家看 那我們的推理呢 基本上我們這裡的說話其實很廣義喔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話難道就是我們自常這樣說話 不不不 很多 包括什麼呢 好 包括數學證明 我們證明也是一種 邏輯的推論 對吧 因為一步一步來嘛 step by step 好 科學定律也是 比如說有很多人在爭論 我們的科學定律到底是歸納出來的 還是透過演繹得到的 好 這個也是科學裡面一個大問題 OK 好 那我來 舉個例子好了 事實上連算命先生做的預測都跟推理有關 好 請問 對算命先生來講 最重要的思考原理是什麼 算命先生要說服他 他必須要有一個心理準備是什麼 他要讓他覺得他講的話是 是真的 是絕對正確的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問各位 算命先生怎麼做到這件事 是 還是 用言語包裝 用言語包裝 譬如說 就是 很繞很多圈子 繞很多圈子 其實不需要 符合 符合想 那個聽的人想聽的 符合聽的人想聽的 嗯 好像也不必啊 講一些本來就對的 講一些本來就對的 舉例 比如說一些 可能 你有時候很開心 有時候很傷心 這種 雖然是 沒有意義的批話 可是他是對的 再說一次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話 但是他是對的 太棒了 You got it 好來 我舉例給大家聽喔 好 我怎麼做這個實驗呢 我為了這件事我還去做的實驗 就是有一天我去找那個算命先生嘛對不對 對吧 然後呢 我就 我就問那個算命先生說 欸來來你看看我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就不給他任何 info 沒形象剛剛都要觀察員觀測對不對 對吧 沒想到各位知道那個算命先生看到我 他說什麼呢 他說 嗯 這位先生 你看起來就是一個內心寂寞的人 好 我們今天相處了 一個多小時 覺得我內心寂寞的請舉手 沒有吧 對不對 好 我就用同樣的話告說 我就說 哎呀你錯了 你看我就知道我這個人快樂的不得了 每天這樣 蹦蹦跳跳對不對 我哪裡會內心寂寞 結果你知道他講了一句話 讓我震驚了 他說什麼 他說 你不要裝了 好 我剎那之間就懂了 什麼意思 各位告訴我 我的內心狀態 可不可以被證明 不行嘛 我們永遠都證明外在狀態嘛 對不對 是吧 是吧 沒錯啊 所以他說你不要裝了 我剎那之間就懂了 原來這句話是 就是 這位同學剛剛抓到的重點 對不對 對吧 因為我根本沒有辦法證明他是錯的嘛 你即使表現得帶快樂他都可以說什麼 你不要裝了 後來我就不服氣 我就想說 哎呀這個 身為這個邏輯思考對不對 我怎麼可以這樣子就 投降了 我就想一個 可以明顯證明對錯的 想要來考考他 OK 我就說 那我考考你好了我有幾個小孩 然後他就說好 那你手借我一下 我就手借給他 那個我弄半天 你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對不對 我就說你錯了 我只有一個兒子跟一個女兒 還好我太太當時不在身邊 不然他就問我另外一個在哪裡 OK 不過Eddie偉是這樣就是 他就跟我講說 你只有 我就跟他說我只有一個女兒 那你錯了嗎 你錯了嗎 他就哈哈大笑 各位知道 那個當酸明星的教授表現後面有文章對不對 結果他聽完之後真的是 這個 嘆為觀止 各位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就笑完之後就說 你本來 應該要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但是因為你福德積得不夠 所以另外一個沒有出身 撒那間我就懂了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他這招可以 那我有九個兒子九個女兒也行啊 不是嗎 對吧 所以換言之他就是不可以 被證明是錯的 也就是 算命先生最基本的原理就是 我要想一個辦法告訴你 我的話是不可 被證明為錯 所以各位只要去 那個算命館看 每個都是什麼 鐵口直斷啊 小半仙啊 對不對 各位想看 如果我去當算命先生對不對 門口掛一個招牌 我可能會錯 誰會進來算命 不可能嘛 對吧 所以各位知道那個每個行業那個 思考的基本原理很重要 要抓到那個重要的原理 推理的有效性 我們來看看 推理的有效性 剛剛有同學問到對不對 怎麼樣才算推理是有效的呢 簡單來講 很簡單我剛才已經舉過例子 所謂的 道理簡單來講就是推理呢 它是一個 這過程是對的 或者這個 推論的過程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這個推理的過程並沒有出錯 如果一般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valid 所以我們的validity 一般就是 它的有效性 OK 那什麼叫有效性呢 問題就來了 那什麼是有效性呢 簡單講是這樣 我們只給一個 比較簡單的定義 我們下次會給各位一個比較精確的定義 我們今天只是很 roughly 給各位一個定義 第一個定義是這樣 可以從前提得到結論 OK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如果 我跟各位說 我們這門課 大家都過了 那請問 他回家 推論出說我過了 好不好 OK嗎 那我如果說 大部分的人都過了 他回去就推論說我過了好不好 好像不太OK 對不對 因為從這個前提得不到那個結論 是吧 OK 好 所以 怎麼樣從前提得到結論 我們大概都會有些直覺 那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前提可以是空集合 前提是空集合什麼意思 就是這句話不用說它一定是對的 OK 這句話不用說它一定是對的 什麼樣的句子會是這樣呢 各位想想看什麼樣的句子會是這樣 請說 太陽從東邊升起 這句話一定是對的 大家沒有很快表示同意喔 不見得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只不過是地球剛好是 自西向東轉對不對 哪天地球想不開自西 自東向西轉 對不對那太陽就從西邊出來 對吧 是吧 OK 點頭點得很好你也同意你也同意 是是是太好了 給他一張交換給他點得很好 那個 點頭 頻率很好 對 好那再來他們什麼是 可以不用任何前提 這句話一定是對的 二大於 很好 這個大概是一般公認的 應該沒有問題了對不對 像二大於這種 數學上的 定理 或者公理 通常我們會認為它 不需要什麼前提來推論嘛 對不對你會去質疑到二 二為什麼會大一 不會吧 可是這個會喔 太陽為什麼會從東邊上來 這我們會質疑 對吧 所以 我有可能想像另外一個情況是 太陽從西邊出來 或者太陽從南邊出來 據說我們那個地詞這樣 晃來晃去的話 對不對 說不定地球 亂轉一通對不對 好 OK 但是呢其實在邏輯裡面你會學到 更厲害的一招 什麼樣的話呢 是不用前提就可以得到的呢 就是我們在這門課裡面會學到的 廢話 OK 什麼樣的話呢 來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很簡單 來給我講 我找個同學來幫我忙好了 李同學如果有一天問傅老師說 老師老師 我想要去 那個教務處辦事情 你知道教務處在哪裡 可不可以告訴我 假設大一新生嘛對不對 不知道教務處在哪裡 我就說很簡單 你從博壓館出去之後 記得向右轉或不要向右轉就會到了 你笑什麼 蛤 向右轉或不要向右轉就會到了 請問我這句話是對的還是錯的 來那個 在帽子的點頭很好來 對的還是錯的 對的 而且保證對 因為所有可能性都被我講完了 可是對它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嘛 所以這個就叫廢話 所以我們這門課會對 這類的廢話做系統性的研究 讓你知道原來我們平常講些什麼廢話 OK 我剛剛舉的只是 一類廢話而已 我們有很多類 OK 好 所以 不見得這樣 但是有一些很麻煩 各位想看 假設我的 太太問我說 你愛不愛我 我就說我愛你啊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前提空集合 這個推動不OK 搖頭搖頭為什麼不OK 就是愛還是需要理由 說沒有為什麼不行 因為以前有女生跟我這樣講過說 你如果跟我說沒有為什麼這樣不誠懇 好像他一定要理由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就有趣了 這個推論要不要理由 也是我們要思考的一部分 OK嗎 所以不是你覺得不用有理由就不用有理由 對吧 所以我們經常在 那個做很多事情說沒有為什麼 這時候其實你要跟他講的是沒有前提的意思 沒有為什麼 對吧 可是他合不合理 是需要考慮 OK 好 再來第二個預設是人要有理性 如果人有理性的話 那如果你也證明就有效 那你在接受前提的情況下 不可能不接受結論 對吧 就好像你平常跟別人講說 你剛剛不是已經接受前面這個了嗎 你怎麼不接受這個不合理啊 你看你看 你看 當然要合理啊 那個時候你就是在告訴別人說 如果你是理性的 如果論證又是有效的 照理講他接受前提他就 一定會接受結論 可是各位告訴我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了 一個人 在論證有效的情況之下 接受前提 可是他又不接受結論 表示他是 非理性 對不對 那人會不會有非理性的情況 當然有吧 對吧 那非理性是不是就沒責了呢 其實不是 我根據我的觀察 這個人在非理性的表現還真的有點有趣 因為 對 人其實不太接受非理性 如果各位仔細想想你跟別人吵架的情況 通常吵到一半時候 有一個人會說 你等一下 你冷靜 我講道理給你聽 會不會這樣子 即使他認為他已經非理性了 他還是想要跟他講道理 為什麼 因為其實人的武器不多 因為人的武器不多嘛 我們只能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以前總以為說 我能不能在非理性裡面找到一個方式 來說服對方 或者說一些非理性的道理 結果發現其實行不通 為什麼 因為 即使人在吵架 他還是會跟你講說 你冷靜一下 我講道理給你聽 對不對 還是會這樣講 所以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OK嗎 OK 那我們第一章上到這裡 你怎麼應該交給你 來吧 我難以 California 就是有個鳥 你 現在